现在从利曼到谢维尔斯克 这一圈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点的往南 这一整块其实已经包在一起 那维瑟勒这个方向是 南部军区在负责 南部军区跟鲁干斯克 那维瑟勒也是一样 他拿下维瑟勒以后 之前俄罗斯从苏勒达尔一直到 北面的利西昌斯克 都是靠这条公路 但是因为维瑟勒太近了 所以这条公路 俄军其实是不能运用的 可是当俄罗斯他把 乌军从维瑟勒推出去以后 这条公路现在俄军就可以利用 那利用这条公路有多重要 他等于是把利西昌斯克跟 苏勒达尔跟阿特募的两个 作战区域可以连接在一起 那连接在一起以后 我们知道 谢维尔斯克他是在一个大型的口袋里面 可是因为之前有维瑟勒的关系 所以两边的 口袋的上下两端可能还没有办法 对他没办法沟通 那现在这条公路已经可以确保了以后 那我们几乎就可以断定 对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判断 谢维尔斯克嘛 就我们几乎可以断定 谢维尔斯克接下来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虽然维瑟勒他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村子 可是他具有很重要的战略价值 OK 再往南 再往南 阿特募的方向 阿特募的方向 这个比较有趣哦 这是一个视频 那有一只 有一只 一只俄军进入到伯格丹诺夫卡 这个村子的村子中央 然后立了一面俄罗斯国旗 那这支部队 这支部队应该是 国民 国民卫队的 第一远征突击军底下的 第五旅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去 确定就是 后来后面新组成的 第五旅在 阿特募的方向 第六旅在 克尔米娜的方向 第六旅是 哥萨克旅 那这个旅他的名字叫 圣乔治旅 很中俄吧 对因为他 这都是志愿军 那他进到这个城市里面去插旗 那他有实质控制这个城市吗 还没 还没 就是 但是别的部队不会去 俄罗斯正规军不会去干这种事 因为这支圣乔治旅的 大部分是由前瓦格纳组成 现在就知道很可怕的地方 他就是故意插旗给乌克兰看 然后告诉他们我们回来了 所以因为这个影片的关系 所以现在这边的乌军 必须要提高警觉 因为从伯格丹诺夫卡 据说瓦格纳已经绕到底下那个森林带 距离查苏夫亚只有几公里 就是他们的渗透部队已经可以绕过 伯格丹诺夫卡的南面进到那个森林带 已经可以跟在查苏夫亚的乌军 say hello 这就是很瓦格纳的作风 我们等一下看 等一下看 艾伏迪夫卡南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同样的作风 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种示警的效果 就是讲说你们的对手已经不是正规军了 开始变成 对他还自拍给 又是又是 不是那种用兵比较科班的正规军 马格纳又回来了 对就是比较不像西部军军那种 就是就只会一路平推 不断的平推 然后不断的被投锤 然后再退回来 瓦格纳的打法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伯格丹诺夫卡 现在我们可以看伯格丹诺夫卡 这个方向 因为其实正规 如果是俄罗斯正规军 他们的计划一定是从伊万尼夫西克 往查苏夫亚推 为什么因为这边有公路 我正要问 我正要问就是问老师说 好他就算渗透 他就算渗透到这里 就算渗透到城市里面 可是他如果真的要对查苏夫亚用兵的话 这两个村子 这两个城市还是要拿下来吧 如果我们 如果俄罗斯正规军 一定会 布格丹诺夫卡跟伊万尼夫西克 两个都要确保 以后他才会前退 但你如果对手是瓦格纳 那你就不能这样想 因为 如果按照经典瓦格纳的做法 他的迂回 瓦格纳非常会迂回 所以他从南边的森林带去靠近查苏夫亚 他真正要走的路一定不会在这边 他真正要走的路一定会从布格丹诺夫卡北面绕过去 你说他即便他现在即便看起来他是从这边过来 他这个地方 对他是引诱你 但是可能真正的阻力会从北往南 从后面绕 从另外一面 因为另外一面是高低 瓦格纳非常喜欢有高打低 OK 所以我们在判断瓦格纳的一些行动 包含我们等一下看在阿富迪夫卡工业区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战斗的例子 瓦格纳有几个 就瓦格纳在作战上面 因为他们是主要都是前格鲁吴就是 特种部队 俄罗斯特种部队 所以他们打仗的方式比较不像正规部队 正规部队的指挥官在面对 我要夺取一座城市或夺取一座村庄的时候 一个受过训练的标准训练的正规部队指挥官 他优先会考虑什么 他优先考虑道路 道路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推说 假使今天是俄罗斯正规军在往查树夫亚推 很抱歉他就一定会照着道路走 那照着按照道路走 我们知道这边是低地嘛 查树夫亚是比较高 所以你就无可避免的 你会变成是由低打高 那这种事情瓦格纳是不做的 因为由低打高 对你的对方太容易对你形成火力控制 那瓦格纳如果他真的必须要面对一个 由低打高的情况 他宁可去迂回绕远路 为什么我们会推测说 伯格纳诺夫卡瓦格纳他不会 他现在在森林带 在森林带不断的骚扰查树夫亚前沿阵地 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 为什么因为他这边还是一个由低打高的态势 但是他真正想要做 一定是从伯格纳诺夫卡的北面 做一个迂回去绕查树夫亚的后面 因为其实北面绕后面 查树夫亚真正精华区 其实是住宅区 防御区是在后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预测的 就是伯格纳诺夫卡这线 如果战空会继续发展的话 瓦格纳跟第98空降石 应该会从北面绕过去 OK好 那我们再看刚刚刚的维瑟勒是在这个区块 然后我们刚刚讲伯格纳诺夫卡是在这个区块 那我们现在看大的图 大家就应该比较明显 所以就是因为维瑟勒那边这个战线往前推之后 他后方的这个公路 从利息昌诗课到阿特木就可以使用 这条从利息昌诗课到阿特木就连接起来 以前因为有维瑟勒所以这条公路是不能用的 所以你要补给你得要绕这边 绕很大一圈 所以他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当我们看到 这边有行动跟这边有行动的时候 这边这个行动比较独立 比较没关系 这比较像音乐家自己的表演 但是这边的行动比较像整个克尔米娜 对这个包围圈对谢维瑟斯克的动作 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第六突击旅是在这个地方 格纳克在这个地方 现在这一圈这里森林带正在往 北顿捏斯克河的方向请 所以会由北往南给谢维瑟斯克压力 那这边维瑟勒他可以由南往北 给谢维瑟斯克压力 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谢维瑟斯克这个位置刚好是在 补给最远的地方 所以他本来就孤悬在外 那现在就是看 以希尔斯基的 以希尔斯基过去打仗的习惯的话 他应该是没有办法接受 谢维瑟斯克这边受到威胁 所以他必须要调兵 那接下来就是他要从哪里调 还有他能够调哪些部队来支援防御谢维瑟斯克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一个 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指挥官 你在做战役之前的准备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事 那你不断的给你的对手制造麻烦 逼迫他去不断的去做选择 那他在做选择过程里面很容易 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冒着风险做选择 反而把弱点暴露出来 那现在就是这样 你希尔斯克这边一圈嘛 那你查舒夫亚这边一圈 现在就逼迫 你必须要去做 做兵力的调整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再有任何像 西部军区 就是在库比扬斯克 乌军做的那个错误的调动 那马上就是一个突破口 那这边我们不晓得 但是这个礼拜如果天气好的话 这边应该还会有变化 OK 好 阿富迪夫卡 再来就是现在 现在阿富迪夫卡到马林卡的这个区域 应该是整个战场 行动最激烈的 对抗最激烈的地方 看起来俄罗斯在很多方向都开始进攻 对但现在就是 但如果我们看 我们看媒体的宣传 大家很难看到 看到俄罗斯这么多公式的戏 目前从北到南 俄罗斯几乎都是一连串的公式 或大或小 但他不断的在出拳 那这个也是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在准备转入下一个 大的战役之前的准备阶段 就不断的 OK 不断的出拳 那我们看 在阿富迪夫卡这边 这两天最大的变化是 南部工业区那边 我们 我记得我们上次在 节目里面有说 阿富迪夫卡的包围圈 分成外线跟内线 那因为外线 平原上面广泛被捕雷 所以外线的推进 一直都很慢 那当 外线的推进 不是很顺利的时候 现在 俄罗斯决定 直接从内线切 一个比较完美的方式 应该是 外线的包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内线开始切 但现在因为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 俄罗斯现在决定从内线开始驱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北面 北面已经开始对 前面的北边交化场 第47机械化铝制造 很大的压力 然后在吸引第47机械化铝的 注意力的情况底下 结果真正攻击的阻力 是在南部 我有看到老师在脸书上也写说 这个突破还蛮令人意外的 对这个突破很令人 而且非常瓦格纳 如果这是我们昨天 我们昨天更新的图 那事实上今天早上 瓦格纳的渗透部队已经到这里 也就是说 阿夫迪夫卡的城镇战已经开打 瓦格纳已经进去 它外围是一个工厂 这边是工业区 所以那等于是阿夫迪夫卡防卫圈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 它是前沿阵地 乌克兰在阿夫迪夫卡这边 它的防御主要有三个支柱 就是这边的工业区 还有这边有这边有一个 这叫沙皇裂攻 但是在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 那这边也是一个要塞区 那工业区是一个要塞区 另外还有东面还有一个 净水厂 净水厂已经 净水厂是最早被拿下 那拔掉这三个以后 阿夫迪夫卡的外围就没有防御了 工业区在早先就被攻下了 当时也是用渗透的方式 那沙皇裂攻是一个什么样的要塞 沙皇等一下 沙皇裂攻也是一个强固要塞 它负责这一整线的防御指挥跟兵力调度 所以沙皇裂攻其实是 沙皇裂攻应该是整个阿夫迪夫卡 南面乌军的指挥中心 那是怎么被攻下了 它被突破 被突破其实它是一个 一个就很经典瓦格纳的打法 它一开始的时候是先在工业区这边 做一个洋攻突破 它在工业区这边去打这边 去尝试要 就是告诉乌军我要来了 然后它是从这边打算迂回 然后把这边防御的乌军调动到这边来 那本来乌军决定在这个防线上面挡 那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瓦格纳有几支 几支特种部队 就利用夜间渗透进去 因为这边其实雷区部的秘密码 那前面这么多的时间 瓦格纳就是不断的派人去把 通过雷区的道路探查清楚 所以他们几支特种部队 几个风暴突击队 就是绕 就是能够穿越雷区 直接进到沙皇列宫 那因为这边在打了嘛 对不对 所以注意力全部往这边集中 这时候 瓦格纳就渗透进沙皇列宫 他其他几个没有打 他是直接进到沙皇列宫 然后把沙皇列宫的乌军 就是把沙皇列宫这整个要塞 全部拿下来以后 乌军发现不妙 那这个时候 才开始打外围的这几个点 所以他是一个 就是他大胆的程度 就是连好莱坞的电影 大概都很难看到 他就直接渗透 他等于越过了乌军的阵地 直接冲到指挥用心 他就是像 就好莱坞拍过很多 特董部队 怎么有可能都 因为兵力被吸到北面 稍微北面地方 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洋工配合 就是在这工业区 因为工业区他们已经拿下来 他现在工业区那边演一出很大的戏 对我已经想说 他这样渗透的距离也不短 他渗透距离很长 然后 而且他是完全放弃前面的阵地不打 他是直接绕 这里面这一片都是雷区 然后障碍物 他如果攻击沙皇裂弓没有成功的话 他就等于被包围了 他回不去了 这次就回不来 所以 这个 他的突击行动非常的大 那这样这次部队有多少人 因为你要渗透你一定不会多 大概就是一百来人这样 而且是 一个小队一个小队慢慢穿过 因为比较好的是因为 他挑了一个 坏天气跟好天气交接的时间 你纯粹坏天气你自己也没办法行动 因为这边都是雷区 地面的雪那么深 你踩下去踩到什么东西 你完全没办法判断 所以他事先瓦格纳为了做这个 准备的工作 已经大概就做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 去把 从这边所有可能移动的路线 那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乌军在这边 他前线都有夜市设备 对不对 那瓦格纳在这次 他们透过关系 就是有拿到那个斗篷 你说 那个 可以 党热现象仪的 就是每个人都发一键 这样 所以你热现象仪是看不出来的 我在脸书上没有po 但那个还是试用品 然后那个还在试验中 他们前线测试效果很不错 那就是在这次的渗透里面 他们就有用到 那 躲过前面的 因为 因为这个显像你是只会看前面嘛 他是不会看后面 就是你说哨兵 你不会拿那个东西往后看 那穿过了以后 你就可以拿下来了 那